现代人摄取食品的糖分含量 破表世界卫生组织调降了摄取标准 建议每人每天摄取不超过5克方糖 相当于25克的糖分为自己的健康进行把关 您喜欢喝含糖饮料吗 以一杯500cc的含糖饮料为例 喝一杯就会摄取将近50公克的糖 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含糖摄取量 吃太多甜食小心糖中毒 现代人经常摄取含糖食品 加上台湾的外食组比例超过7成 手摇饮料 含糖咖啡 是许多人每天的必选饮品 提到一天中会喝多少含糖饮料 几乎都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 每日糖类摄取量 早餐可能就喝一杯奶茶吧 午餐就喝糖 就不太会喝饮料 然后可能晚餐的时候会再买一杯饮料 饮料吧 喝两三杯的 都有奶茶吧 还有柠檬红茶 然而不仅常见的饮料含糖破表 糖分也隐藏在一般食物中 例如花生酱 番茄酱 正威胁着肥胖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从先前建议的 每人每天摄取能量中 糖摄取应低于10% 现在以调降为5% 建议每天摄取不超过25克糖 民众会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保障自己的健康吗 不会 其实还好 会啊 会啊 日本抗老化医学权威白泽卓二医师 是最早提出糖中毒概念的专家 他说长期摄取过量的糖分 不仅爱吃甜 还会出现是咸 是辣等重口味的倾向 因此导致比一般人罹患更多的疾病 身体加速老化 每个人对饮食的摄取标准皆有所差异 不过在开心饮食的背后 还是要小心糖类摄取过量 避免肥胖 糖尿病和心血管的疾病上升 守护自己的健康 新唐人亚太电视陈辉瑶 高玉琴台湾台北报导